這個星期的最後一集 星期五 首先要介紹我們的Patreon 雖然也減了一個44個 人數少了 但依然也要介紹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Patreon 希望大家習慣香港的生態之後 知道我們只是做節目 只是監察政府 給自己意見政府的 歡迎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運作 這個是我的Patreon QR Code 希望大家可以scan它 另外就是我的電話 也有些開始有一兩個固定每個月入錢的 也謝謝 我就錄下了 我的電話是9862-233-232 大家用Patreon 轉數快 或者找我拿我的號碼 各方面的方法 也有我們的打火鍋3月29號 大家有興趣一起來吧 我連簽名筆都買了 就看我這些紀念品 大家需要簽名的 都可以即時光過晚做完的 這樣吧 按讚留言分享 那個訂閱人數 加加減減 我已經在這個時候已經預料了 你不發覺在9次那裡不斷跳來跳去嗎 這兩天 這樣減減 很多台都是 過到期吧 不要緊 我覺得是有信心的 大家過完之後 沒有理會否去火 或者怎樣 免得刺激某些權力人士 或者之類的 我只是去拿 總之我們做回我們自己 應該在白麗蓉之下做的事情 就是這樣了 好像有時候無聊的聽到 你什麼海 叫什麼 四海 好像說到很嚴重 有些都說到很嚴重 或者其他類的 我都覺得 通常在海外的都會覺得很嚴重 四海在海外的 不知道 四海在香港的 他可能也是溫馨提示大家 當然了 不要自己去送頭 不要自己亂來去挑起某些人的神經 這個我都會覺得是 跟自己合法合成合理的 好了 我們現在立法去到第四天了 今天的股市狀況是怎樣 收市限情 什麼都沒有收市 我覺得是有信心的 大家過完之後 沒有理會否去火 或者怎樣 懶得說是9號 大家有興趣就一起來了 大家有興趣就一起來了 我連簽名筆都買了 就看看我這些紀念品 大家算了